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班还抽空给我买早餐 说完 魏无羡直接倒在了沙发上 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 懒懒地扮椅在沙发里 重重地吹口气 然后闭上眼睛 才淡淡道 随便做 我今天并不想招待人 你做惠儿自己走吧 关系白在这儿呢 魏无羡这样冷淡 蓝西辰也没在意 只是身脚轻轻踢了踢魏无羡的脚尖 哎 别装睡了 起来把早饭吃了 一会儿凉了 说实话 现在看着魏无羡这幅微米不振 憔悴沧桑的样子 作为好兄弟 他很心疼 也很愧疚 如果没有忘记说出的那句那句分手 或者他从一开始就阻止他们两个谈恋爱 也没有舒服的恶意打压 那或许魏无羡就还是曾经那个肆意潇洒 放荡不羁的魏公子了吧 蓝西辰抿着唇沉默了一会儿 见魏无羡还是没有动静 又踢了踢魏无羡的脚尖 催促道 快点 睁开眼睛 魏无羡闭着眼睛道 不饿 而且 我已经吃过了 蓝西辰瞪了他一眼 挨在他身旁坐下 然后把餐盒盖子打开 没好奇道 你喝西北风了 可我看你也没打开窗户啊 西北风又进不来 快点起来吃了 有正经事跟你说呢 听见有正经事 魏无羡这才睁开眼睛 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 一副认真的表情看着蓝西辰 什么正经事 你说吧 蓝西辰特意强调 先吃饭 魏无羡固执道 你先说 两人四目相对地僵持了一会儿 蓝西辰率先办下阵来 好吧 我先说 蓝西辰挑眉 犹豫了一瞬 把手里的文件带递给魏无羡 魏无羡伸手结果 装的什么啊 又要送我大单 蓝西辰点了下头 示意他打开看看 魏无羡照做 可当他看清楚 里面装的是什么的时候 好看的眉头一点一点的紧促起来 脸色也逐渐变得阴沉 一双暖色的毛子渐渐爬上一层冰霜 开眸 眼神淋漓地望着蓝西辰 质问的语气问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忘记他给你的 蓝西辰道 忘记早就在暗中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到头来 还是没能 蓝忘记他什么意思啊 不等蓝西辰把话说完 魏无羡突然生气 用力地把文件带狠狠地扔到地上 只听啪的一声 文件带里的合同四分五裂 散落一地 魏无羡胸膛微微起伏 眼眶也逐渐红了 蓝忘记他什么意思啊 不是都已经分手了吗 不是都要订婚了 还给我来这一出什么意思啊 补偿 分手费 魏无羡颤抖着声音狠狠道 我他妈的不稀罕 蓝西辰垂下毛子 视线落在散落一地的合同上 半上 蹲下身去 把那些合同从地上一张一张地捡起来 他轻轻叹了口气 边剪边刀 这是忘记早就准备好的 他想 如果有一天叔父真的对卫士下手了 这些给你 你可以拿着这些让卫士度过危机 我不稀罕 魏无羡红着眼眶 微微仰起头来 努力把眼中的泪一逼回 半伤 才吃笑一声 他把我魏无羡当什么了 他以为我魏无羡会要一个前男友的东西吗 拿走 魏无羡几乎是咬着牙齿 一字一句地道 这种东西 以后别拿到我面前来 我觉得恶心 但凡他早一天看到这份文件 或者他昨天没有看到 那条蓝忘机 就要订婚的推特 他也不至于如此愤怒 如此恶心 可是 蓝希臣把捡起来的合同一份份叠整齐 重心装进文件袋里 小声道 这些 在法律上都已经是你的了 无条件转让赠语 忘机签了字 你也签了字 放屁 魏无羡怒道 我什么时候签过 最后一个字字还没说出口 魏无羡突然顿住 他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画面 蓝忘机抱着他边亲吻边问 魏英 你相信我吗 你敢不敢不看 这两份合同里写的什么也敢跟我签 就算是我坑你 这一辈子 我也只坑你这一次 这是 魏无羡瞳孔逐渐扩大 这是那时候他签下的那两份合同 那时候 蓝忘机说的 就算坑 一辈子也只坑他这一次 原来是这个意思